Hello 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带来部小伙一路闯关成功 最后被选拔为神之子的电影 要听神明的话 在课堂上老师正在讲课 谁知变成了一堆红色的珠子 也就在这时讲台上出现了一个红色的不倒翁 而这个不倒翁不紧紧挥动 而且还会说话 还说游戏已经开始了 要让同学们和自己玩木头人的游戏 而同学们也只能在规定时间按下 这个不倒翁后面的按钮 这样才能幸存下来 游戏刚开始很多同学都和讲课的老师一样 都成了红色的珠子 在一番游戏之后 教室里只剩下了男主和自己的同学阿旺 在两个人默契的配合下 男主按下了不倒翁后面的按钮 不过阿旺却原地爆炸变成了红色的珠子 原来只有按到按钮的那个人才能真正的活下去 男主走出了教室 遇见隔壁班幸存者阿慧 两个人想要一起逃出去 可是学校的出口都被封死了 最后俩人不得不去体育馆完成下一项的关卡 管里坐着一个非常大的招财猫 规则是在指定的时间内 把铃铛投进猫脖上的篮筐中 篮球队长第一个去尝试 谁知道被白猫直接打飞了 随后同学们小心翼翼地帮白猫挠痒痒 让他睡着了 不过因为抢铃铛发生了争执 又把白猫给吵醒了 还好有男二号阿黑帮助男主 两个人把铃铛投进去了篮筐里 在这时电视机里报道着世界各地都在发生类似的事件 有的专家认为 也许是神奸想要选出神之子进行传承 这时男主也来到了第三关 而这次跟男主搭档的是暗恋男主的阿美 规则是按照木偶的声音匹配中确的声音 而男主一开始就又骗他们发声 还用手机录了下来 最后在推测顺序最终成功赢得了胜利 最后男主带着阿美等人在第四关会合了 最后就出现了一个白熊 他要求男主等人回答问题 而且不能说谎 每一道题非常的简单 问的是大家喜欢什么食物 而且每个人都说了最真实的答案 可是大白熊就说有人说谎了 直接抹杀了一位同学 到了第二道题 他问大家喜不喜欢男主 而阿慧和阿美都非常腼腆的点了点头 没想到男二号阿黑也点了一点头 也喜欢男主 可是这个大白熊还是认为有人说谎要惩罚他们 最后大家纷纷执任阿美在说谎 大白熊把阿美给杀死了 在刺激下男主意识到 面临死亡的人是不会说谎的 唯一说谎的其实就是大白熊 而且大白熊根本不是白色的而是黑色的 在学校外面 所有人都在看着神明游戏的直播 而此时男主等人来到了最后一个关卡 这关卡并不需要有人牺牲 就随便玩了一个作鬼游戏就通关了 在所有人都以为通关了 拿起神明给的冰棍吃了起来 正在男主想要向阿慧表白的时候 却发现对方的冰棍条上写着字 原来这一关是考察的是运气 在影片的最后 只有阿黑和男主活了下来 成为了神之子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小伙伴们还想看什么类型电影呢 请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在视频下方留言 中文字幕 李宗盛